在香港 有一群街头的露宿者 在台湾称之为游民 着水漂流 就是以当年香港深水部的露宿者 叫警察无预警清场的案件为难本 所改变的故事 在我说到剧本的时候 里面有一句话 伤如以沫 不如伤亡于江湖 这说明了一群同在困难的处境里 互相依靠 却因为立场不同 到最后奋道仰镖的故事 有人说故事沉重 但就是因为沉重 我们才不该回避 电影不都是这样吗 听你哭 听你笑 带你感受 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人生 谢谢你们 感谢 我们一起去 去年过来吧 去面的豪杂起源了 妈,要赶我们走 现在政府很想好事跟你听 你还不想怎样 政府做错事还要道歉 他道歉是否真的这么重要 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我们去法庭 远呀 越其他琴 两条 怎么回家请 胡